天热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就来做这个凉拌面 酸辣开胃 吃了特别的过瘾 先凉油倒入小半碗的花生银 小火慢炒 炒至颜色变深 差不多就熟了 晾凉并用 接下来碗里倒入蒜末 葱花 辣椒面 五香粉 和一勺熟的白芝麻 浇上热油激发着香味 再加入一大勺的生抽 半勺香醋 适量的食盐白糖 搅拌均匀 这样手用的斑鸟汁就调好了 再来准备一下配菜 把黄瓜清洗干净 切成细丝 胡萝卜也同样切成丝 锅里的水开 把面条下入锅里 煮面条中间打入一次凉水 煮出的面条更均匀的好吃 煮好的面条 锅一下凉水 再捞出来放到大碗里 加入准备好的配菜 配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 把调好的拌料汁和花生米也倒进来 用筷子翻卖均匀 最后再放入香菜 这样一碗美味的凉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想吃的时候几瓶钟就可以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